游物市们速度又比平常再快一些 因为春节前物流旺季 最高峰大约增加一成 邮局透露跟往年过年相比 今年的货运量差不多 依据往历的我们的经验的话 大概在农历年前的五到六天的话 量大概会增加一点点 那今年因为整个的物流都持续的顺畅 邮政公司建议民众如果要在下周四 最后上班日前到货 一月十三号也就是本周五就要祭出 持效性或是效期较短的物品 建议使用快捷键 离岛地区要注意的是金门地区 一月十二号就得赶紧寄出去 春节假期前不止邮政公司业务繁忙 其他宅费公司像是黑猫宅集便 司机们也都一早七点多就陆续上工 敢看看因为今天送不完 明天一样得继续 但要注意了黑猫宅集便春节假期前 暂停非契约客户到辅集货 也不能指定日期或是配搭时段 什么时候能送达无法保证 离岛地区的民众会受航班再能影响 春节期间初一没有营业 另外像是翟佩通跟新竹物流 一样过年前不提供指定送达日及送达时间 过年期间翟佩通停止搜送 澎湖金门货件 虽然营业所不打烊 但初一初二暂停取件 新竹物流则是下周三最后集货 下周四最后上班日做配送 直到过完年一月三十号才恢复配送 直说员工们赶工送货 雇主的薪水也得大方给 中华快递却传出因为加薪不成 酝酿罢工 下周一甚至有三十多位员工 集体休假 公会提出每年固定调薪 至少八百元 以及加发一点五个月的绩效奖金 劳资协商破局 中华快递员工目前正在投票罢工 希望资方展现诚意 让员工好过年 TVB的新闻中印度的那一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